这篇幕书来谈谈美国和伊朗的波斯湾博弈,伊朗方面一直威胁。 如果美国对伊朗继续施压,并且进行军事挑衅的话,伊朗革命卫队将封锁霍尔木兹海峡。 虽然伊朗人说的基本是大话,但是美国人肯定也不能完全置之不理。 伊朗确实有能力这么做,即使不封锁对美国在波斯湾的军事存在而言,也是一个严重威胁。 幕书注意到4月27日,伊朗一家媒体放出了一段影像,是该国无人机空中,监控美国航母和战舰,通过波斯湾的画面。 从画面能够看到,全程监控的画面很清晰。 可见伊朗对美军动向的把控还是比较精准。 拍摄这段视讯的是一架ABA-BIL-3型飞机。 飞行时间为8小时。 飞行高度为12000米。 最远距离可以达155英里。 伊朗媒体配发的话外音是,强大的革命卫队,成功地在美国航母上空监视飞行。 这架伊朗媒体没有提到视讯什么时候拍摄的。 但是能看出被伊朗人监控的美军航母,是艾森豪威尔号。 因此可以从这艘航母的航行日志进行推断。 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克洛伊·摩根中尉,对美国媒体表示,艾森豪威尔号,自2016年以来,一直没有进入波斯湾。 这位发言人还强调,美国及其盟友,致力于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,将会直面任何挑衅。 这意味着这段视讯,至少有三年时间了吧。 在这个时候,伊朗突然放出视讯。 显然对美表示强硬,显示伊朗有能力应对美国的威胁。 其实很多人可能不知道,伊朗却是在以前封锁过霍尔木兹海峡。 不过主要不是针对美国。 但美国人受到了影响。 还在1988年和伊朗爆发了一次小型海上战争。 只不过伊朗损失挺大。 下场停滞。 上个世纪80年代伊朗和伊拉克之间,爆发了两亿战争。 当时的伊拉克总统萨达姆,就主动攻击了波斯湾的伊朗船只。 两国之间在海上不断冲突。 让过往的其他船只,也受到波及。 美国人当时是支援萨达姆的。 结果引发了伊朗最高宗教领袖霍梅尼的震怒。 下令封锁霍尔木兹海峡。 封锁海峡是如何办到的呢? 用水雷就可以了。 相当于在地面战争中部署地雷,形成一个隔离区。 外人不能轻易入内,就在事实上实施了封锁。 于是伊朗的水雷,在霍尔木兹海峡部署,确实起到了封锁的作用。 不仅伊拉克海军不敢轻易造次,美国人也不敢轻举妄动。 这也招致了全球的抗议。 毕竟霍尔木兹海峡是国际水道,也是能源大动脉。 伊朗的做法引发了众怒。 连苏联都介入要求伊朗克制。 最终伊朗撤离了封锁海峡的海军,并且清除水雷。 但两日战争结束前的1988年4月,美国海军一艘护卫舰,在霍尔木兹海峡处雷爆炸了。 这让美国非常生气,几天后对伊朗的游警发动报复行动。 伊朗反击,导致两艘舰艇被美国击沉。 最终伊朗首次,也是唯一一次封锁霍尔木兹海峡。 以这个局面落幕。 如今要是在发生类似事件。 鉴于美国军事实力更强大。 恐怕伊朗人的结局也不会太妙。